嗨,我是寶可夢 今天大家都還好嗎?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聊 就是基金的 所謂的投資操作的奧義 然後呢,這今天是part 2 就是如果 不知道基金的定義是什麼 歡迎你去看一下上一支影片 上一支影片已經有跟大家做過 這個完整的解釋了 所以今天要來聊一些比較進階的話題 也比較困難一點點就是 你要去了解這個所謂的 基金到底有沒有哪些 費用的部分 這是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內容 我們趕快來往下看一下 這個 今天要介紹的 我們這一整個系列呢 你可以學習到就是 在前兩支影片有講到就是活存跟定存 這個銀行存款的部分 到底有什麼差異 這個上次有介紹過了 那上一支影片介紹的是基金 這個所謂的共同投資的概念 那麼今天要再繼續介紹更細節一點 就是費用的部分 那接下來都還會跟大家介紹 股票跟ETF 有興趣的朋友 都要持續的來關注我們的平台 喜歡的話呢 歡迎趕快先訂閱一下 好不好 小鈴鐺開起來 每天晚上10點都有最新的影片在等你 好,繼續往下走 我 到底是不是適合買基金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這也是 我相信大家看了上 昨天的這支影片之後 你就會開始去思考說 到底 那我可以投資基金嗎? 我適合嗎? 今天這個問題就要先來解決 就是 你是否擅長做投資分析 你如果 大概 對這個整個世界的局勢 是有所了解的部分的話 那麼 也許你可以自行的去投資標的 但如果你自己沒有辦法 就是 花這麼多時間去了解世界的局勢 然後去做出有效的經濟判斷 那麼也許 交給專業的人來做 是 比較適合的選擇 所以 也許你只是很想單純的投資 那就是 每個月固定扣三千五千 然後就是 穩定的投資 對你來說 這是最簡單的一件事情 那麼你就適合使用基金 這樣子的產品做投資 我們在這邊不是說 你一定要去買這東西 而是 你要對這個金融商品有所了解 那麼你再來決定 到底自己 適不適合使用這樣子的產品 像我自己本身就是 很喜歡使用ETF 這對我來說是最無腦的 但是基金也有很多人在做 這個所謂的 退休投資時候的使用的商品 包括之前 這個所謂的基富通也有 找寶可夢合作過 寫過這個所謂的好想退 這也都是政府為了仿造 美國401K而創建出來的 這所謂的 退休投資計畫 但是 它到底適不適合你 我覺得你就必須要去思考 這個 使用工具上是否 就是你自己是喜歡使用的 那它的成本是多少 你都要自己去做計算 這個就不是說 我覺得好 我推薦給你 你就要去使用 這個我們大家還是要有一個明智的判斷 那第二個就是說 你有沒有時間 常常去做買進賣出 買進賣出 進場出場 這個 因為如果你是喜歡 投資個股 或者是 所謂做波段操作的人 那也許你就比較不適合 把這個工具拿來 操作基金 它可能比較適合的是 類似像這種 定期定額 每個月固定的 一筆金額 進去買的 的部分 所以這個如果你是 有比較多時間 你也喜歡就是這樣子 殺進殺出的人 那也許你可能 比較適合操作的是 台股 或者是 美國股票 但是是以這所謂的 就是 單筆 當日進 就當衝的意思 就是這個樣子 但是如果是基金的話 我個人覺得你可能就 就比較不適合 就是這樣子買進買出 買進買出 因為它的買進跟賣出 其實都是還是 隱藏一些 一點點一點點的成本 那這個手續費成本的部分 其實你頻繁的買進跟賣出 其實都會增加你自己的 這個所謂的交易成本 那你交易成本越高 其實你的獲利 就會被侵蝕 所以我覺得 你如果有時間 進場進出操作 你就要去使用低手續費 或零手續費的 這些券商的平台 來做交易 好 那像基金的話 你買進賣出都會有費用 所以我就不建議你 這樣子頻繁的買進 頻繁的賣出 不要把它當股票操作 好嗎 你這樣子你絕對是虧本的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 你第三個考慮的點是 你想要讓你自己的 投資組合有更多的變化嗎 這個非常的有趣 因為如果我們自己 是買個股的部分 其實你是沒有辦法 投資到比如說 比如說金鑽四國 或者是比如說原油 或者是這個加密貨幣 或者是接下來的5G 這是很夯的 這個所謂的 新興的這個所謂的明星產業 大家都是要這個電信 都要升級成5G 那到底這個部分 你是不是應該 現在就要先進場 超前部署 去佈局的樣子 所以其實各個不同的 明星產業類別 其實基金公司 都會退出相對應的基金 然後讓你有各種不同的選擇 比你投資比如說單一的銀行 單一的廠商來講的話 其實他的風險是比較低的 比如說 投資的是5G產業 那就是全世界 就是有在投資5G的這些公司 可能都會被他南瓜進來這樣子 所以他這部分的話 你用基金來購買 其實也是相對性的 就是讓你的風險降低不少 所以以這三個標的 你自己來做這個所謂的思考 第一個 你擅長做投資分析嗎 第二個 你有時間進場出場嗎 第三個 你會想讓你的投資組 會有更多的變化嗎 如果這些答案 你自己都已經有正確的一個譜 的話呢 那你就可以判斷出來 你到底是否適合購買基金這樣子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 今天的重點 今天重點就是 那你買基金到底會不會有費用 我們都知道其實 在投資上面 我們如果要賺錢 我們就要盡可能的壓低我們的成本 那麼 我們的獲利才會越來越高 這是跟我們當初跟你講的一樣 就是說 我小資組的薪水收入如果只有3萬塊錢 我要盡可能的降低我的生活消費支出 那麼存下最多的錢 那我才有可能靠這個負利 時間的負利去賺更多的這個所謂的獲利 包括我的退休金的部分 所以 在基金投資上也是一樣 你要把你的費用盡可能的降到最低 那麼你的投資獲益才有可能是最高的 好 所以這個說 講的東西講的東西萬變不離其中 都是一樣的概念 所以你們還是要特別的去 注意到這個所謂的投資基金的費用的部分 一定要特別的去了解 那我在這邊的話 提供四個面向 就是基金基本上可能都會有這些收費 所以你在挑選適合你自己的基金產品的時候 你也一定要去了解一下說 到底有哪些費用是你會被收取的 第一個 申購手續費 像 股票型的有3% 然後債券型的1.5% 這基本上就是一定會收取的部分 那只是說有一些平台 他可以為你做一些所謂的折減的動作 比如說 聚合買基金可能就是說 他可以打 4折5折6折 根據不同的活動 也許就是零手續費 根本就不跟你收之類的 所以這部分的話 你就是還是可以去了解一下 各個不同的平台裡面 有沒有給不同的優惠 那我個人的想法是說 如果你是要買基金的話 你何不把基富通 聚合買基金 然後還有中租投顧 像這些這種就是網路平台 但是都手續費都很低廉的平台 通通都把它辦下來 那麼你都開好戶之後就是 功遇善其事必先利其其 將來你有看到哪一檔 你自己心仪的基金 在這些平台上面 就是銷售的時候 你再去注意一下 它的那個費用 哪一個最低 你就去買那個就好了 所以我覺得 我們消費者 要是為自己的荷包著想 不是說 寶可夢推薦 你先去買基金 你就一定要開這個 然後就只在這裡買 沒有 其實你還是有好幾個不同的選擇 當然我也更樂見其成 就是說 有更多的基金業者 或是投顧業者 來開立這個所謂的平台 那麼大家就可以在這些平台裡面 去買到非常低廉的 甚至是零手續費的這個產品 那麼越有競爭力 好 那大家的 也絕對就是 漁翁得利嘛 就是漁棒相爭 漁翁得利 他們的競爭越激烈 我們可以拿到的油水就越多 所以不管是在銀行的金融商品 或是信用卡的競爭上面是這樣子 你把它換過來 投資界 基金界其實也是一樣的 好 好來繼續往下 好 申購手續費的話 基本上股票型是3%起跳 然後債券型也會收到1.5 所以他其實 這是逃不掉的 一定會被收取的 那第二個就是賬管費 如果你是在銀行通路買的話 你就是會被收到 這個0.2%每年的費用 那麼你還在持有這個基金的時候 你是不會被收取的 但是你在贖回的時候 他就會把你扣掉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你要特別去注意 通常我不太建議你在銀行通路買 雖然說這樣子 可能會跟銀行的利益有所抵觸 但我還是要講實話 就是說它是比較貴的 好 因為它可能還有些保管費用 或者是這剛剛講的賬管費 賬管費的部分的話就是 你如果使用的是 剛剛講的網路平台來購買的話 你其實賬管費是不會被收取的 那再來的話就是 產品裡面的隱藏性收費 包括這邊講到 就是所謂的基金經理費 基金經理費的話 它會 可能會用一個總費用比例 百分之比如說2.75% 或者是3%左右的數值來給你看 好 那你就必須要去知道說 其實這個費用是 內涵在禁止裡面的 也就是說你看到你自己的 收益的情況之下 它已經每年都扣走了 所以你根本就無法感受到 這個額外收費的這個威力 所以這個也是 呃 非常非常驚人的一點 那你也必須要去注意 去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 去了解到它的內扣費 或是基金經理費 到底是收多少 這個我都覺得 欸那我自己來當這個 基金操盤收好了 好雖然我家Itoro已經自己試了 但是你看 它這個基金經理費居然會收到 1到2.5% 你看我們現在就是 信用我們的這個高利活儲的賬戶 了不起Banky也才2.6% 之前的比如說大戶也才1.1% 我不用開戶然後就是去存錢 我只要當基金經理人 我自己的旗下這個基金 可能就可以收到這麼多錢 對所以我覺得 欸這好像還更好賺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 這個要當基金經理也是蠻困難的 你可能要有一些職業相關的證照 才有辦法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反而比較簡單的是 我在Itoro上面 我就可以當我自己的基金經理人 蛮有趣的 那最後一個你要特別去注意的這個 費用的部分就是所謂的基金保管費 這個基金保管費 它也是會放在這個所謂的基金的禁止裡面 就是每年會跟你收0.2% 就好像是一個 我覺得我之前看書的時候 講到一個很有趣的比喻 提供給大家參考 就是我們消費者的錢 那一筆錢 在銀行或是業者的眼中 就是一塊含金量非常高的蛋糕 然後它就只是單純的 把你的資產的0.2%0.1%這樣 哪一點哪一點下來 它光是每一個人的總資產 就是消一點金屑消一點金屑 所有人的金屑加起來 就是它最大的財富了 所以之前常常有人就是 有一個很有 在美國有一個很有趣的這個說法 就是說 有這個基金業者呢 他就帶他的那個投資人 就是去那個他們 他們那個 比如說碼頭 然後那個遊艇就在那邊 全部通通都是 好 那基金業人就說 你看這就是我們這些 大家賺的錢 然後買到的這些東西 好 那他就 那個投資人就說 那哪一個是我們投資人的 然後他就說 沒有啊 這全部通通都是那些操盤手 賺的錢 然後買到的這些東西 所以 其實 你還是必須要去思考一下 就是 這些投顧業者 或是這些基金業者 他們 發行基金者呢 他們就是 光是從這一大筆 他們所掌管的基金幾十億幾百億裡面 就是每個月只要扣 銷0.1 0.2下來 其實他就已經有非常顯著的收益了 你不覺得 呃 你光是發行基金 你就可以斷保 哈哈 那當然中間還是有一些 管銷成本的費用 或者是行銷費用之類的 所以這是 沒有辦法的事情 但是 也提供給大家參考就是 如果你自己要就是 購買一些相關的產品 金融產品的話 你的費用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你這邊簡單的算一下 譬如說股票行3% 然後賬戶0.2 然後基金經理費2.5 這樣加起來 然後再加上基金保管費0.2 加起來就5.7% 就快要 快要6%了耶 我的天啊 你要在市場上找到一個6%報酬率的產品 有多困難啊 但是你現在只要發行一檔基金 每年都是固定6%收益進來 這還不賺錢嗎 哈哈 非常的有趣 好 那除此之外呢 到底經濟還有沒有其他的隱藏成本 好 這也是我們值得非常關注的 就是你看到的這些成本以外呢 是否還有其他的 那我來跟你講 當然有啊 怎麼可能沒有呢 所以 就是成立法人 然後就是來賣基金 這是最賺錢的 哈哈 基金的買賣 股票跟證券 跟我們在證券交易市場做買賣 一樣 會被收取手續費跟交易稅 所以這部分的話 你就要特別去注意 就是你在基金的公開說明書裡面 如果看到一個所謂的周轉率這個數字 你就會知道他的周轉率就是買進賣出買進賣出 越來越高的話 那麼你要支付的這個所謂的交易手續費就越高 所以這個周轉率是你一個評判很重要的依據 因為這個周轉率的數字越高 就代表他頻繁的買進跟賣出 那麼你要支付的費用就一定是更高的 好 那再來的話第二個是 外幣計價的基金的匯率會有成本 因為我們都知道我們跟銀行買這個所謂的投資商品 包括之前介紹的永豐必備卡 你要這個董會跟超會的這兩個標準 你都要買8萬等值台幣的外幣 或者是20萬等值台幣的外幣 其實你的買進跟賣出之間 其實對銀行來說都會有一個所謂的匯差 他中間賺的就是這中間的匯差 這是他的賺錢的一個罩門 那一樣你在買境外基金 或者是所謂的外幣計價的基金的時候 你的買進跟賣出中間還是會有一個匯差的部分 這個部分也是這個保管行 或者是這個基金發行公司 他之間所賺的這個價差的部分 所以你還是要特別去注意 這部分也是隱藏的費用 所以匯率也是會有影響的 那再來第三個就是所謂的前收型 或後收型基金的費用其實不一樣的 那當然有分什麼A型 B型C型B型 一大堆型的 那我覺得最簡單的操作方式 就是說你選擇前收型的A股 A股發行的這種所謂的基金 基本上對你來說他的費用是最低的 然後你不要去買到後收型 因為後收型就是說 你可能有一個必鎖期 然後你可能至少要連續扣款 達36、37期 至少三年之後你錢提出來輸回 他則不會有這個額外的後收型的費用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他的無形中會墊高你自己的投資門檻 所以你的成本會變很高 就是因為你自己賺的錢可能你每 你這一檔下來可能才賺四五趴 那他可能因為你提前輸回的關係 但是給你扣三趴 那你這樣子賺一兩趴 那有必要嗎? 你不如把錢放大戶輸回帳簿就好了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前收型後收型是有差的 你還是要特別去注意一下 那再來的話就是 如果你是在這個所謂的證券 應該是說基金發行公司所發行的這個平台裡面去購買的話 那可能就會有所謂的轉換手續費 因為你可能覺得這檔基金好像蠻 就是績效不好你想要輸回 那輸回的錢你要把它轉換到另外一間公司 應該是同一間公司的其他的投資商品標的好了 那麼他中間還是會收取一些所謂的轉換手續費 大概是零點五到一趴左右 所以你也是要特別去注意這個資金的部分 這部分會被收錢的 那再來的話就是贖回的手續費 有一些比較少數的一些境外基金 你在做贖回的部分 他還是會跟你收一筆錢 所以就是不管你做什麼動作 你都會被收錢 這就是這個基金業者不跟你講的秘密 今天寶可夢都跟你說 所以你在購買基金的時候 你一定要特別去注意有這五個面向 第一個基金買賣股票的時候 其實還是會有手續費 所以請注意這個基金的周轉率 第二個外幣基加會有換匯的問題 所以這個匯率的成本請特別注意 第三個前收型或後收型的基金其實大不同 所以你一定要去了解一下 你買的基金是A型 B型 C型 還是那個挖狗型這樣子 那第四個是他會有轉換手續費 請特別的去了解 不要常常買進賣出買進賣出好嗎 那再來的話最後就是你的錢 如果是贖回的話 某些少數的基金 是會跟你收取這個額外的手續費的部分 所以這是你們一定要特別去注意的部分 那再來的話呢 如果你都已經完全確定 我要投資基金 我想要使用這個商品的部分 那我這邊就有幾個不錯的這個所謂的平台跟你介紹 來 第一個就是基富通 基富通的話呢 其實應該是政府出資的基金投資平台 所以他算是不會倒的那種 就是公股拿那個國家的資本出來跟你玩 那我覺得這個也不錯 所以如果你自己對於這些民營業者的基金平台有疑慮的話 你可以先使用基富通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聚恒買基金 聚恒買基金的話 他有跟寶可夢合作 所以你有從我這邊進來的話 你可以多拿到1588點的這個紅利點數 這紅利點數就可以拿來完全折抵這個 剛剛講到的這個費用 就是你這個交易手續費的部分 就是這個所謂的股票型就是3% 然後債券也是1.5% 這個你都可以用這個1588點的紅利先把它做折抵掉 所以這個也是有一點點好康提供給大家 就看你要不要使用 那中租的話沒有跟寶可夢合作 所以這邊就是提供他的官網給你參考 所以你有興趣的話 其實你都可以從這三個通路去做基金購買 他的成本會比較低 因為他可以免除一些銀行的這個所謂的保管費啊 什麼之類的有的沒的 所以這部分的話 與其就是讓你去被銀行賺錢 我覺得那你還不如來使用這個去買基金之類的 你可能還比較就是成本還在更低一點好 所以有興趣的話呢 就是歡迎掃QR Call 然後去了解更多的詳情好嗎 好 那麼今天基金投資的部分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所以其實講這麼多 我覺得你還是要去了解一下說 這到底是什麼商品 不是人家跟你講說 基金好趕快買 然後你就買 其實沒有 因為他中間還是有銀行一些成本 費用的部分 今天都跟你完全完整的揭露了 所以你就可以去理解說 這個商品到底適不適合自己 你可以自己做判斷 不用我跟你講 你看完你就知道了 這樣子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的話呢 歡迎你就是按讚留言分享出去 給你的親友好嗎 那麼別忘了訂閱寶可夢的頻道 我們每天晚上10點都有最新的理財投資新資 來跟你講喔 好 那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